被寄信讓離開故鄉 我一個人在著那陌生月光 因為在《後宮甄嬛傳》中出演 華飛一腳爆紅的內地女星蔣欣 近日又和劉濤王凱等人合演了時裝劇《還樂頌》 她在劇中飾演外表虛華 實則出身貧寒的繁盛美一腳 由於長期以來遭受父母重男輕女偏心的對待 一肩扛下家務 還被哥哥拖累必須幫忙還債 脆弱的她卻總是擺出堅強的模樣 極有張力的情緒 讓大家都看到蔣欣精湛的演技 近日蔣欣也獲得了華頂獎頒發的 中國古裝題材電視劇最佳女演員獎項 當天她穿著一袭黑色深V長禮服亮相 沒想到原本想給人性感形象的她 卻因為本身身材就有點壯 讓她當天看起來略顯威武 這還不是最糗的 後來蔣欣上台領獎時 改穿了一件黑色羽毛短洋裝 雖然這次造型好多了 不過卻被眼尖的媒體發現 這件衣服居然是五年前的舊衣 讓大批網友們紛紛為獎心抱不平 直呼娘娘又被造型失黑啦 執著的配合